我没有意思说 当你老了一点之后 就会觉得过去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是这样 但是我并没有意思 今天要用这句话来 来好像就 面对掉很多很困难的地方 但是我的确要说 上帝的手在 漫长的生命岁月里面 扮演了 很独特很独特的角色 我想我们今天都是 认识主也信主的人 今天谈这个题目 就更能够切证 我真正想要谈的核心 这个题目如果在别的地方谈 或者在一些看起来 比较学术的地方谈 我觉得都不能够真正让听众 明白那个核心的点 希望今天早上我们透过两堂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见 上帝跟我们是那么的靠近 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是 混沌未明的 那么刚才曲歌的介绍 或者郑雄歌的介绍 我不晓得大家 到底能不能够拼凑出来 对我的理解 但是他们其实都谈到了 几个重要的主题 是当会我可以跟大家 一一来说明的 那我的这个单位的名称 其实非常非常长 我大概去了一年之后 我才背起来 我到底在什么地方工作 我想要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事情 其实下一页 可以吗 这个可以吗 我们来试试看 可以 太好了 我想我们就从今天的主题开始谈起 今天的主题 很有意思的 我想要跟大家铺陈一下 这个来龙去脉 这当中也包含了 也包含了我今天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主题是 再思直牙的呼召与盼望 当初我跟郑雄歌在沟通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本来写的是 再思生涯的呼召与盼望 大家觉得生涯跟基亚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我还截图 不好意思 泄露我们的对话 他说这样的称谓OK吗 我说可以 但是我比较喜欢牧师这个称谓 那为什么我比较喜欢牧师这个称谓 是比较罕见吗 还是听起来比较审善 还是怎么样 然后郑雄歌就说 Oh sorry 郑雄歌就说 因为要强调职牙 所以我就叫Solo 这里涉及的不是 这个称的正确与否 而是涉及了 我到底认为我是谁 我想了大家觉得你是谁 抱歉我的眼睛只能看到 这个现场的人 听说还有一千个在线上的人 我的眼睛不会看你们 但是我想我们是在同一个时空底下 而且刚刚已经我看到slider上面 已经有人在问问题了 我当然会稍微回应一下 我想一个很重要 当我们谈人生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不用怀疑我们是谁 因为我们就是读书 读十几二十年 可能现在读到三十年 他都在读书 在读书的日子 不会有人 去太反省这个问题 因为你可能要穿制服 你的作息就是一个学生的作息 你还有学生票 还有各种的优惠 好像所有的人都认为 你理所当然就是一个学生 而我们自己也是这么认为 可是当我们再长大一点 当我们离开了这个 好像理所当然的身份的时候 那我们到底是谁 我最后会跟大家谈一下 身份跟角色的问题 刚刚曲哥说 我怎么会有这么多身份 其实或许 我怎么会有这么多角色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好多的角色 角色是外面的人所赋予你的 外面的人所对你的期待 甚至他会因为你的角色 而评价你 而决定要给你多少薪水 要给你怎么样的一种眼光 但是身份是内在的 身份是你自己怎么看自己 你自己觉得我到底是谁 在这个时代 我们有好多的角色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 建立自己的身份感 好 那我就是从这个我们的对话 其实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就触及了今天的主题 不晓得大家觉得 职丫跟生丫有什么不一样 以及你觉得你的身份是谁 我们一生会扮演好多的角色 但是我们身份的塑造 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 容我先稍微认识一下 这个在场的人 我非常非常高兴有几位我居然是认识的 刚刚进来的是文婷对不对 然后有瑞安 这两位是东海的 文婷是历史系 然后瑞安是音乐系 你们俩不认识的 因为他毕业的时候你才进来 然后后面还有抱着小孩的 这个是联影 是以前在中三一团期的学生 对 那抱歉其他的人我不一定认识大家 我们也都在工作了 对不对 有预祥 OK 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我毕业大概33岁 工作的爱情 OK好 你可以想想 那你觉得角色是什么 身份是什么 刚刚很有意思 我33岁 等一下不要讲年龄 这个有点尴尬 大概工作了10年这样子 那应该是住在台北 那这一位是荣 有荣 你会怎么介绍你自己 讲一个你觉得我们一听就可以 大概理解的 好难对不对 如果我们现在在参加大龄班 就没这个问题 因为我就要我哪个学校哪个系 就是很容易介绍 就是7W 一旦当我们离开了那个 公认的那种样貌的时候 好难喔 我要介绍年纪 又不可以讲年纪 介绍到什么工作 可能我的工作 比方以前我刚刚进校园的时候 我每次跟他说我在唱团 他们都想说我在卖书 就是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很不容易 但是友荣 至少是一个名字 友荣 然后旁边这位是什么 婷 袁婷 OK 那你会怎么样丢出你自己是谁呢 现在是长照的营养师 现在是长照的营养师 OK 好 这个好像我们长照我们常常听到吗 营养常常听到 上个世纪我是念营养系的 我是念营养系 然后后来就 不营养学 OK 好 谢谢 那线上的1000位 大家就自己想想他自己是谁 那我们今天 其实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大概都已经 抱歉用你年龄举例 大概30多岁了 OK Rent还没有我知道 OK OK 我们今天会先谈这个生涯跟职涯 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我们比较容易想象 常常听到生涯 然后好像职涯也很重要 然后我们只要谈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我刚才 我们今天的标题是 只要呼召跟盼望 我们要谈一下呼召这件事 呼召这件事超难的 以前你在当学生的时候 或者在教会里面 哎呀 那上帝对你的呼召是什么 拜托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我哪知道上帝的呼召是什么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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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非常难谈的一个问题 今天其实我们要谈一下 呼召这件事情 以呼召作为我们的生命起点 你会遇到什么样子的难处 然后 这个是前 大概我们希望可以在 第一堂结束 大概用20分钟来稍微讲一下 然后 后面我们会谈到一个主题 就是 混沌意外 机会跟改变 我想我们都有一些 或者说不少的人生经验 你大概不会觉得你的人生是 一条长子通道底 清清楚楚 你也绝对不会没有发生过意外 你也一定 拥抱或者错过很多的机会 那你可能也会面对很多改变 你可能乐于 你可能 努力的让自己生活不要发生改变 对不对 那我们要来谈一下 在我们的生命道路里面 我们怎么看待这几件事情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以盼望为终点的道路 那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生涯这件事情跟整个我们的神学是 很巧妙地呼应在一起 那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教科书里面会怎么说这件事情好了 教科书里面会说他会用几个词来描绘这趟历程 生计是一些零散的点 职业是一条串联的线 生活是一道阶梯与彩虹 而阶梯与彩虹呢 就是这个1950年代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生涯学家 他叫做Super 那他的概念其实蛮容易被理解的 那这句话不是他说的 GAT与彩虹是他说的 这句话是一个很著名的台湾的一个生涯老师 叫金树仁教授 他从师大退休 他就到澳门大学 他说生计 他把生涯区分为生计 职业 生活 还有生命 这几个不同的层次 那我会在前面再加上升学 在台湾那个升学是很大一块 升学 生计 生活 生命 那这个就不得不说 校园团体很有锐智 就是生命 生活 工作 但是在生涯发展的历程里面 我们其实反而是倒过来的 但是生命 生活 工作的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 那这个要讲什么呢 他有一个理论 就是生涯阶梯 说人生就是踏楼梯 这很简单的 就是从出生到死亡 就是一个一个随着年龄就往上爬 那在不同的阶段就有不同的任务 比方说连影的这个儿子 现在是十几岁 四岁 四岁他大概不会来听这个题目吧 每天有的玩 有的吃就好了 四岁你看 四岁 四岁就是这个刚出生 好奇 幻想 对不对 就是在幻想 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有经过四岁 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很遥用 我们都经过 比方说女生就想要当妈妈 男生想要当爸爸 想要当军人 各种各样的幻想 然后呢 成长大概到了中学 国中开始呢 就进入了探索期 你就会开始发现 原来我数学那么烂 当不了科学家 或者我什么历史地都背不好 等等 其实从这个探索期 从我们上了中学开始 大概一直到你的大学毕业 在理论上 它都是一个探索的阶段 然后呢 从你的大学毕业之后 会有一个比较阶梯的平的部分 就它其实是一个 一个打底的工作 然后呢 一直到可能四十岁 或四十五岁 都是一个建立期 也就是说你大概人生有 十五年的时间 你是在建立 但是这个十五年 大概从二十五岁 大学毕业之后 开始建立 然后呢 到四十到四十五岁之后呢 就会面临一个转换 特别从四十五岁到五十岁呢 好像又是一个 有点困在那个地方 所以二十几岁 有点困在那个地方 到了四十几岁 五十岁 又有点困在那个地方 而五十岁之后 又会是另外一个转换 从五十岁可能到你的退休 你累积了足够的经验 能力 或者是财富 或者是资源 会有一个更不同的转换 比方说像你的公司的 这个比较高阶的主管 大概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 就会开始的 那在六十岁就退休了 或者可以去选总统 也是一个新的选项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 生涯阶梯的概念 就是生涯它不是一直往上爬 会有好几个平坎的时期 而在这个几个平坎的时期里面 好像在摸索这边混啊混啊 可是又在累积下一步的能量 那我要讲这个的重点是什么呢 我要讲的重点是 那请问你现在在哪里 刚刚这个预想 三十三岁 大概在这边 理论上叫做建立期 你已经经过了尝试了 你大概已经定向了 然后叫建立 我不晓得是不是 或者 或者 还在犹豫说 我真的就要 有人可能到了大学毕业之后 他还会再转变 或者应该是这样讲 到二十五岁之前 他还是会转变 大学毕业他就转行 他不念这个科系 就毕业之后 又又去转行念别的 这个都很容易发生 对大学生 我不想你自己念大学的时候 可能十年前 可能二十年前 你会不会觉得你在探索 还是你就已经进入了建立期 特别在台湾 如果你念的科系 是比较有职业取向的话 然后全台湾最 我个人觉得 最可怜的一群人 他念的科系 你知道什么科系吗 这是医学系 因为他从十八岁开始 就已经到他八十岁都在做 就是同一条路这样子 那我这几年在医学系 我真的认识非常非常多他们的故事 有机会会再跟大家讲 也就是说 其实在学生的时代 我们真的在探索 只是可能在我们的成长环境里面 我们的探索的空间 跟可能性 没有那么宽广 或者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大学毕业 我大学毕业之前 我从来没有认识任何一个 跟我同年龄而不再读书的人 懂我意思吗 我的小学同学都念了国中 我的国中同学都念了高中 我的高中同学都念了大学 没有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人 或者说应该讲 我认识的人都跟我一样 那个他如果国中毕业就没有去工作 去念书的 高中毕业没有 可能我根本就不会再跟他联络 我身边充满的都是跟我一模一样的人 可是我后来大学毕业之后 我去陈大念研究所 我在教会里面遇到了一个美国人 这个美国人他大我个两三岁 他说他刚刚从大学毕业 那他来台湾学中文 我说你怎么大我个两三岁才刚刚大学毕业呢 如果你在台湾遇到一个25岁大学毕业的你会怎么想 他妈都重考很多次 要么就是这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修学 延避 留级的 你大概觉得不是太好的一个状态 结果你知道这个美国弟兄他跟我说 为什么他延避 他说因为我高中毕业之后 我没有立刻念大学 这种事情在台湾很少见 我说那你高中毕业之后去干嘛 是不是打工啊赚钱啊 他说我去当兵 那在台湾什么样的人高中毕业会去当兵 就是考不上大学 我说你去当什么兵 我听了之后我真的吓到 我不知道你们听 应该还记得啊 他说我去打伊拉克战争 那个时候去打海山啊 就是伊拉克在打仗 他就加入去打海山 我的眼前就看到一个从波斯湾战争回来的人 跟我年纪一样大 大我个几岁 我的意思就是在我们台湾的环境 我们比较少这种探索的可能性啊 所以我们可能会delay一点 所以如果你现在到了30岁 你觉得你还在转型 甚至你还在尝试 这些都很正常 先不用太担心 那我们来看一看我自己是怎么搞的 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讲所有的故事 但是我切几个点 我最清晰的一个职业想象是 我12岁的时候想要当太空人 6年级 我们全班的男生都想当太空人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一年有一个华一的太空人 做那个挑战者号太空说上了太空 他叫王干俊 我不知道你们可能还能够google到他的名字 他其实他可能根本也不会讲错 但他就有个中文名字 我们就突然觉得 哇 我也要上太空 就是做那个挑战者号 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三台 所以太空说发射 全世界都在转播 哇 我就看到有一个中国人上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台湾中国的概念 反正就是通通都是中国人 然后上太空 哇 我们所有的男生都要当太空人 我12岁 那为什么我马上就不想当了 我小学还没有毕业 我们全班男生就都不想当太空人了 因为他回来之后 挑战者号太空说 隔了大概半年又第二次发射 又是所有的全世界都在看 那我们这种要当太空的人 当太空人的人 就更想专注 对不对 哇 我的电视看那个挑战者号太空说发射 哇 开始 他进入轨道 我们以为他要进入轨道 他就开始转弯 转弯然后爆炸 就在那个电视荧幕荧光幕下就爆炸 那个真的很恐怖 因为你知道里面有人 而且里面的人是我们未来的投射的自己 对不对 就爆炸 那谁要当太空人 所以第二天上学的大家都当太空人 小时候的愿望大概就这样变来变去 你不会当真 好棒 好棒 当太空人 好棒 那什么一岁的小孩们去抓粥 你这当真 他抓一个算盘 他将来就会发大财 不一定 他抓的东西都是你给他的 你会给他扫把 给他磨布 大概不会给他停整器 给他这个笔 所以小的时候就是想到太空人了 后来我13岁想拿诺贝尔奖 我的志愿也转换太快了吧 因为13岁那年李远哲得了诺贝尔奖 而那年我刚上国中我考上了职游班 那不就是我要拿诺贝尔奖吗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愿就是我国一的心愿 我要念台大化学系 因为李远哲是台大化学系的 我对化学超有兴趣的 我当什么理化小老师等等 后来我上了高中我才知道台大化学系超难进你知道吗 原来把书念好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最后就进了这个辅大营养系 在我18岁那年 那进了辅大营养系 大概就知道拿不了诺贝尔奖了吧 结果呢我就开始想 没关系不拿诺贝尔奖没关系 我要当科学家 所以呢我就大学 所以我说转行我就不营养 我就没有营养 我什么什么膳食计划 膳食什么团膳 我都没修 因为我就不想当营养师 所以呢我们以前不用修 因为我们考营养师那时候不是很热门的一件事情 后来我就去台南念研究所 要当科学家 我真的是怀抱着我要当科学家的这个心智 然后去念研究所 念了三年之后 我就进了校团团期 我就决定要全职 当然中间有发生了好多有意思的故事 然后在校团11年之后我就去了东海 去东海对我来讲 是一个场域的改变 我想大家参加过团期大家都会知道 我们在团期里面大部分人是基督徒 所以当我到了东海之后 学校里面的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 所以我就从了一个比较基督徒的环境 进到了一个不是基督徒的环境 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神职人员的身份 特别在东海 大家根本就会reconize你 就是一个牧师 是一个神职人员的身份 只是我面对的对象 不太是基督徒 而是校团里面其他的教职员生 后来过了七七八年 我到了成大 我到成大的时候 没有人会把我当一个牧师 甚至还会有人说 我们找个牧师来干嘛 会有点质疑说 或者是你要干嘛 我那时候开课的时候 那个课程委员会就还有诞书 别的老师开课不会有这个诞书 我就有这个诞书 就是说 要留意不可以在课堂谈论宗教 OK 没有人会看我是一个牧师 但是就回来我刚才讲了 当我的角色在变化的时候 我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这个是我自己要了解 好 我跟大家讲这个 就简单用一个活人的例子来告诉你 这个理论讲的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人生会有很多的转折 摸索 变化 而这些变化 它不一定是一条肠子通到底 但是它就组成了你的生命 那这边所谓的生涯的阶梯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彩虹呢 是另外一个概念 这个我简单讲 书魂认为呢 人不会只扮演一种角色 所以你在比方说你在30岁的时候 你会同时你可能要照顾你的家人 你要工作 你也是一个公民 你可以选总统投票 你还是要休息 他分了六大类的不同的人生角色 你可能是 那个学生不表示你是有上学 你可能是个学习者 而且你也可能是一个儿童 你在什么时候 你的儿童角色才会结束 就是你爸妈过世了之后 你的儿童角色才会结束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80岁的阿嬷 对60岁的爸爸把他当儿子 你爸爸看到你的阿嬷还在吗 这好像变一个儿子一样 所以他的生涯彩虹的意思是说 它是一个空间的概念 刚刚前面讲的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那现在是一个空间的概念 就是说你在同一个时候 你不可能只是一种人 你一定是很多种不同的重要的角色 从儿童你也可能同时是一个照顾者 你可能回到你父母的家里 你又是一个孩子 你又有时候需要照顾他们 或者当你更大一点 父母更老一点的时候 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是 那你觉得生涯跟职涯 到底有什么不同 职涯其实职业在这个线性的图里面 可能占了一半多一点的部分 而这个职业它又不只是一个工作者 就是职业只是你的多重角色里面的一小部分 你有好多其他的角色 所以职涯被包含在生涯里面 而在整个生涯的发展历程当中 职涯是融入在当中 那这个怎么融入呢 我们当然会来看 我想对大家来讲 你大概已经过了学生时代 我不知道我的兴趣是什么 你大概现在不会想兴趣了 吃饱饭的不错 我现在想要做什么工作 你大概已经过了那个犹豫 但是很可能你现在会有一种新的犹豫 比方说我很诚实地告诉大家 我人生第一个面对职业的挫折 就是我进职涯团契的第一年 那你不是职涯团契 应该就是大龄班的时候 我还记得是蓄荣各护召 那年我们查是以佛所书 哇什么 什么那个上帝的荣耀 透过他的教会彰显出来 哇就要现身 他不是感觉人生就是从此幸福灿烂吗 结果我进校的第一年我超挫折 我挫折到我觉得我用我的热脸贴上帝的冷屁股 根本就是我自己在那一厢情愿 上帝根本没有呼召我 是我自己找不到工作 然后找不到工作 就是自己以为自己怎么样 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进到了职场之后 其实我后来才晓得 所有人进到职场的第一年可能都超挫折 或者我挫折比较 我可能挫折了一年 可能有人挫折三个月 但是当你在职场里面你可能又会面对新的困惑 那到底是这样呢 要转换吗 我就是要这样子下去了吗 我们今年有个学生 今年刚刚毕业 暑假他在一个外商公司在南科 他进去他超兴奋的 他拿到那个名牌 给我看出 这些公司的名牌 他这一生就荣华富贵 两个月之后 他就说 老师我要这样做一辈子 他才两个月 他就说 我真的觉得我高中毕业 我就可以来做这个工作 你就是在科技场 其实有很多 因为他不是念科技 他是念器官 就是很多的工作 其实真的就是高中毕业 甚至国中毕业就可以做 他说我要做一辈子 听说他最近 他就决定要离开了 我他讲的依旧说 我们在不同的阶段 都会面对这样子的犹豫 所以我简单的来说一下 生涯的历程 是一个人的发展 是自我的发展 是把自己长出来的历程 比方说 连你的小孩 对不对 三岁四岁 他也有他的生涯 他也在长他自己 他不是只是吃饱喝足 然后肉身长大 他也在生涯的历程里面 在建构他自己的想象 而且是人跟环境 不断交互作用的轨迹 这句话很有玄机 我们可能学生时代 都喜欢做生涯规划 对不对 好像哇 写写写写 我今年干嘛干嘛干嘛 你越长大 你就越会发现 人是跟环境 不断作用的结果 你今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可能你 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 你信主了 可能你信主了之后 某一个时刻 这个大学的社团博览会 你就撞到了新外社 你就跑进去了 然后你今天就坐在这里 不是全台北的基督徒 都在这边 对不对 我们是跟环境 不断作用的结果 而环境是我们不能规划的 环境是我们不能设计的 我们只能够面对它 然后跟它好像跳舞一样 所以这种环境 交互作用的轨迹 就是生涯 我自己很喜欢研究生涯 因为我觉得生涯 没办法规划 或者如果你有经验的话 凡你所规划 大概十八九都不会实现 或者你只能规划什么 我可以帮大家做个生涯规划 而且绝对很准 我现在就可以 包括网路上的人 我可以规划 铁口指端 有一天我们都会死掉 你就只能规划那种事情 也就是说 生涯是一个跟环境 不断互动交互作用的轨迹 它综合了人 对不起我在念课本 综合了人一生的工作职业 还有生活角色 表现出你独特的自我发展主心 就算你的这个工作 全世界或你的公司 有好几个人 都是跟你一样的职称 但是你仍旧有你独特的自我发展主心 也就是你中期一生 一连串有薪水 还有没有薪水的工作的综合 可能有的人 他生了孩子之后 他就不再工作了 然后过几年之后 他又去工作了 可能有的人有一段待业的时间 那段时间也是有意义的生涯历程 是一连串终身的经验 好对不起我上课上完了 课本讲完了 我现在要讲的意思就是 我们有一个脑中有一个图像 生涯这件事情是中期一生 你跟环境不断互动的结果 有没有薪水 有没有受雇 不是核心的议题 而如果你觉得那是核心的议题 那只是因为 你现在有这个迫切的需要而已 好 我希望我们先把眼光放到一个够大的地点 好 对不对 我要用五分钟来结束 我接下来听我们要休息了 那来 那上帝有没有打电话给你 职业 Vocation 这个Vocal 那上帝打电话 我们讲呼召吗 Calling 那上帝有没有打电话给我 有没有打电话给你 还是你以为有打 还是打来 不讲话 打错了 我不是要打给你 我是要打给另外一个人 上帝有代表他打给你 呼召这件事情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 特别我们在信仰的领域 常常会用到这个字 而事实上呢 一般人也都会觉得说 你有没有什么使命啊 你有没有什么Vision啊 我们很喜欢谈这个 但是我今天要 从校园团器出版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我觉得校团团器 这几年出版的众多 如果你仔细读 你会吓死的书之一 叫做《在圣灵工作》 大概可能也快十年了吧 我今天有蛮多东西 其实是这本书里面在谈的 这本书他谈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说工作 呼召式的生涯观 就是说你的工作是上帝 邀请你参与护佑这个世界 人在生命中聆听这个工作的呼唤 我想我们大概很明白吧 就是呼召就是上帝邀请你 透过某一个角色 某种不一定工作 透过某种形态来参与 维护他所创造的世界 然后他这个vocation 就变成了一个你的 所以vocation它不只是职业 它更有一种更深的 职业的感受 这个是我们对于呼召式的生涯观 所以我们就很期待 能够收到上帝的邀请 而且我们会觉得 上帝的邀请是非常特别的 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邀请我们进入某一个 呼召你当传道人 我们现在会说 呼召不只是要做传道人 不只是要做宣教士 呼召你当老师 呼召你当妈妈 我们每个工作都很有呼召 这个是我们 特别是可能过去这十几二十年 我们会很强调的呼召 作为一个人生思考的一个起点 但是Wolf他 他接下来讲的事情 我要稍微给大家说明一下 他说 但是呼召会有种安慰的效果 因为什么 上帝呼召 所以我再怎么样 我都是上帝呼召 他会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应该被改变的工作异化 工作异化 怎么意思 我简单来 比方如果你这样工作 你遇到了非常痛苦的情境 呼召会有一种安慰效果 说没关系 这是上帝的呼召 我就忍受 因此我们就会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 因为呼召的安慰效果而忽略了我们需要改变这个世界 忽略的甚至忽略人之所以要工作 是因为受到了咒诅 而不是祝福 在本质上 工作是人背叛神的结果 工作从来就不是一个浪漫的神圣的事情 这是工作的本质 所以Wolf他就说呢 呼召会有种安慰效果 会让我们忽略了工作 他有一个粘力 他其实是上帝的咒诅 人不用工作 在伊甸园人为什么要工作 人不需要工作 因为人背叛了上帝 所以人要劳苦 才能够得到糊口的饭吃 所以工作的本质 就是一个劳碌的受咒诅的 你要养活你自己 因为上帝会养你 在伊甸园里面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吊诡的现象 但是当我们过度强调呼召的时候 我们就会忘记了这个本质 导致我们不容易回应在 特别是现代社会里面 我们的工作会变来变去 环境会改变啊 如果我们用 完全用呼召官来理解 工作这件事情的话 你会不会质疑不忠 比方说 我的同事就跟我说 李一句你是不是还俗了 你懂我意思吗 还俗就是一种不忠嘛 对不对 你现在是这个 外面工作嘛 学校工作嘛 你不当牧师了 跑去当老师了 好像是不是还俗了 那这个会不会质疑啊 那如果你不是当一个传道人 比方说你 你大学评去当老师 哇 我就上帝呼召去当老师 那结果可能十年之后 你生了小孩 你就不当老师了 那你要怎么理 上帝呼召我当妈妈 你懂我 有时候会有这种吊诡 就是说以前的 在讲呼召的那个宗教改革的年代 社会很安定 儿子 爸爸 儿子 孙子 真孙 一辈子你做什么 就是做什么 这个不会改变 所以要忠于那件事情 每件事情都有它的神圣心 而不只是虎口而已 在那个脉络底下 周大改革带出了呼召的概念 但是当代社会 其实很多的工作 它是本身 它是需要被改变 它里面可能是邪恶的 它里面可能有制度性的议题 而如果你觉得 这是上帝给你的呼召的时候 你可能忽略了 去挑战跟改变当中 结构性的问题 甚至你会有 换工作就是不中 还说其实上帝真的没有呼召我 上帝就是呼召我好好赚钱 所以我去哪里赚钱都一样 就把那呼召讲得非常大 大到又不像你当初所想象的那么专一 那最后一个Wolf他就说 对于非基督徒来讲 那工作有什么意义 如果工作是上帝的呼召 那非基督徒来讲 那工作有什么意义 Wolf他是从一个福音的角度 就说这样子的信仰 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对话 因为他不认识上帝 你跟他谈呼召 作为上帝在他生命中的计划 这件事情会非常困难 那最后其实一个最 最最常常 你不太愿意想的事情就是 当世界终了的时候 按照圣经上所说 末日来到有大响声废曲 有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的时候 请问你今生今世的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 反正这个世界就要结束了 那你现在的工作它有什么意义 你做好做坏做得很平庸 做得很杰出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对Wolf来讲 他就提出了这几个 对于所谓的呼召式的生涯观的限 他没有说那个不对 但是他说他会遇到限制 而那个限制 是他要在圣灵里工作里面 所要提的事情 那我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 然后我们要结束这一趟 工作到底是满怀使命 或者工作是上帝的咒诅 过度强调工作的神圣意义 会弱化了 它是受咒诅的本质 甚至这个社会 一般社会上你的公司很流行 注入价值跟使命 有没有 所以一不小心这种观念 就会被资本主义利用 其实非常的世俗化 我们把呼召的这个概念 想象成你的人生要有vision 要有mission 要有价值 它很可能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 一种换句话说 而Wolf他说呢 呼召是从创造的角度 认识我们生而为人的本质 他说上帝只有一个呼召 就是呼召人成为他的儿女 呼召不是工作的本质 呼召是你这个人的本质 上帝呼召你这个人 上帝呼召我们来跟随他 呼召不是工作的本质 他特别说他在 他说在当代的时候 那么多样的工作里面 把呼召视为工作的本质 会弄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他提出来的就是说 他怎么回答 刚刚那个地球烧掉的那个土 他说周末不是毁灭一切 而是上帝创造的开始 他要表达的是 工作之所以有价值 是因为在那个新天新地的创造里面 上帝会截取 我们对这个世界工作的成果 成为他新创造的材料 OK这个是Wolf在胜脸公司 所要讲的事情 那这个我不知道你 不知道在干嘛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适合他 你指的职业咨询师 应该是有一个叫做 CDNA或者是 Global DNA CDA CDA 就是生涯发展咨询师 我觉得那是一个蛮好的 不说蛮好 就是那是一个蛮 蛮可以寻求帮助的 因为他们会从 很实际的角度 去针对你个人在职业发展 如果你是学生 或者你已经 他们多半都是服务 已经在就业的人 或者是要转业的人 那这个职业咨询师 是一个正式的一个角色 所以什么样的人会适合寻求 我也觉得如果你已经有了职业经验 然后在可能要转职 或者要面对一些转变 或者你正在待业当中 那职业咨询师会蛮好 但是职业咨询师跟那个 应该是劳动部 他们会有那个 就业服务中心的就业服务员 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 就业服务员 他是非常行政性的代表政府 帮你找到工作 但是职业咨询师 他在跟你谈的是职业这件事情 如果我不想 或许我觉得你这样问 可能你已经有过一些咨询的管道 那如果你好无咨询管道的话 我可以介绍一下 我没有要帮他打广告 他是我学长 他们做了一个职业咨询的一个公司 叫百度 就是那个百度人 那个百度 那他们的英文叫做百度 就是百度 就是要做中才会学到东西 他叫做百度的一个公司 他们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服务 也是蛮好的 OK 那我们是不是就继续接下去 好 刚才我简单的来回应 来总结一下 我们刚刚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谈到呼召的时候 沃夫说呼召是从上帝创造开始 他就呼召人 召唤人 来跟随他成为他的儿女 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回应这样子的呼召 但是我们如今已经回应了 呼召指的不是那一个工作世界 特别是当代社会的那个工作世界 这个呼召的概念在 创造改革的时候 或许是适用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并没有那么多的变化 而沃夫提出来的思考是终末式的思考 也就是说我们一切的工作 是为了影响上帝在终末世界的新创造 那因为沃夫的老师是莫特曼 那莫特曼的终末神学 或者盼望神学非常的著名 所以呢 沃夫他把这件事情放到一个 所谓的职业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他就说工作 我们是参与在上帝未来的新天新地的创造 我们在提供那个创造的素材 所以即便你不是基督徒 你仍然有可能 你的工作会成为上帝的素材 所以他从福音的角度 他认为这是一个跟当代非基督徒对话 非常好的一个管道 因为你不是基督徒 那你一切都没有意义 而是就算你不是基督徒 你所做的事情 仍然有可能会蒙上帝的拣选 成为未来世界新创造的素材 你要记住 不是你工作做得很好 上帝会拣选你成为他的儿女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的工作会成为上帝新创造的素材 所以终末不是毁灭一切 而是上帝的新创造 好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一个 应该是去年蛮有名的一个韩剧 叫做《我的出走日记》 大家有看吗 在Netflix上面 我很喜欢他的一段话 他这段话说 小的时候我去教会的时候 都会被要求写下要祷告的事情 我看到朋友们写的都会想 他们为什么要祈祷这些成绩 理想的学校 人际关系 他们竟然只求这些对象是神 他是神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 我是谁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 但仿佛我永远都会在 我被这种感觉困扰着 因为他问我是谁 可是他好像觉得他从来都在很困扰 我的心从来不曾安定下来 不管是在被窝里人群中 我都一样揣揣不安 我总是纳闷 为什么我没有跑向别人一样开怀大笑 为什么我总是觉得悲伤 为什么总是心跳不已 为什么一切都这么无趣 我觉得人都像傀儡 不知道自己是谁 只是一直在演戏的傀儡 也许从某个角度来看 那些过得健康又开心的人 说不定只是选择不去纠结这些疑问 然后再用人生就是这样的谎言来妥协 我绝不妥协 我不要死后再去天堂 我要活着见到天堂 这个我的出走日记的这一段读白 他是在山上面 那个夜空当中 他在走路 他讲了这段话 我不晓得对大家来讲 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 某一种深层的提问 我们一定要跟上帝 如果你只能够问他一个问题 你是要问他 我们可能以前每次短期分享 下礼拜要考试了 其中考 然后看恋爱 他说你怎么只问这些 我只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我是谁 我为什么在这里 这件事情就是在回应我们刚才讲的 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一个人 我们成为一个人 上帝呼召我们成为跟随他的儿女 这件事情是整个生命思考的核心 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这件事情 这个脸美真 我们就见到天堂 神造万物各样其实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 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这是我最喜欢的圣经之一 这句话代表着未知 但是这句话也有满满的确信 确信上帝创造万物 各样及时成为美好 但是你不知道上帝的proposal是什么 你没有上帝的工作计划数 可是他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 我很喜欢这句圣经 是因为这好像就是我们基督徒面对生命的态度 带着确信 全然的相信 还有全然的位置 我们来 如果在网路上我们可以来稍微做活动 那么一张纸 随便一张纸 白纸 爱录人你有什么 反正我要你能够写东西就好了 你拿着一张白纸来 我要你写一个非常简单的三个字或两个字 我建议你就是 这个事情要想的还没有那么有感觉 你真的要写下去超有感觉 拿一张包子 我们这边有没有白纸可以发给大家 随便 就是 你没有写什么秘密 所以写完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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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关系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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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打赏 的 刀 打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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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些东西里面 你好像 你好像看到了点什么 那我要跟大家来 看的事情 你的签名每个都不同 每个都不相同 却又一样 这话你吊诡 每个都不相同 但是却又一样 你知道是在一样什么 对不对 而且呢 它有无法预测的动态变化 就是说这个每一个不同 不是你计划好了 就是说所谓的计划 就是说我这边决定要弯一点 我这边决定要弯 然后这边决定不弯 每一个不同不是你计划 对不对 你就顺顺牵 OK 可能越来越潦草等等 那是无法预测的一个动态的变化 但是呢 这个变化很有意思 它有细节的混乱 可是又有整体的有序 你不会论到后来 黄瑞安息 写变黄振雄 不可能 你一定是这三个字 再怎么了解 它混乱 它的混乱跟这个有序 是同时存在 而且它有表面所看不到的内在的智性 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一个外国人 他只能看表面 因为他不懂中文 他在表面上觉得好乱 好像每个都不 他真的没办法把握说 这个字跟这个字是同一个字 懂意思吗 因为他不认得中文 可是认得的人就会说什么 它都是同样的名字 你看你的名字 你写的再咬少 就同样的名字 你知道我讲什么吗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是不同的人 写同一个名字 写十次 就你这样子传给大家 我们写黄振雄 每个人都写 那一张纸 你一看就知道 虽然上面也都是同一个名字 可是你一看就知道 是不同的人写的 而你的这一张拿起来一看 就知道是同一个人写的 为什么 如果是不同的人 那就会彻底不同 可是同一个人 他又不会写的一模一样 又有无法预测的动态变化 可是呢 他其实又是有秩序的 他表面有混乱 可是内在有一致性 我在讲的不是千里 我在讲的是人生 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 因为这个是 对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影片在干嘛 这个影片是这样 它是一个钟摆 这个钟摆的原心在这里 那我们一般的钟摆 就是这样摆 就是这个叫做剪血运动 对不对 它这个钟摆有两个点 两个关 它这边还有一个关节 它的原心在这边 所以它有两个关节这样摆 那你觉得它会怎么摆 然后它会把这个末端的轨迹 把它画出来 我们来放一下这个影片 好 它现在开始画 因为它有两个 它有一个关节 所以它会乱画 有没有乱 它都画上面了 不画下面 右下角好像空空的 这边比较密 对不对 有快有慢 还有地心里的影响 这边很密 这边很空 这边出现了一条 它一直画 你有发现什么吗 有过乱 超乱 可是这跟小朋友 鬼画幅不一样 我们把它停到后面 有可能 对 有没有很乱 它这个影片在这一分钟 如果它一直画会怎样 你觉得最后会画成什么样子 整个白色 一坨圆 对不对 它有没有可能 甩啊甩啊 就画到这边来 不可能 它再怎么画都一定是这个半径 去画 可是它画哪里呢 你不知道吗 它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把它拉到这边了 它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放在正上方 对不对 然后可能就松手让它垂下 如果它一开始是紧接个一度 然后松手 它会画出完全跟它不一样的轨迹 可是呢 到最后还是画成一坨白白的 不会飞出去 如果它再紧接个一度 放下来 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轨迹 而且 是不能预测 这个东西在讲什么呢 这个东西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非线性的系统 非线性的系统要表达的事情就是 在 它有一个名称叫做 我们回到 它有一个名称叫做混沌 混沌我们刚才听过啊 乱嘛 可是刚刚的 我们回到刚刚的影片 我要用它们画完的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把它放到后面 我们放到中间哈 好 对 就很乱了 如果你把它视角 放到这边嘛 你一直看这一块 你不知道在干嘛嘛 可能等了很久 它忽然就会画一道 好 那我们再往后来 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如果只看其中一块 你真的不知道在干嘛 这个叫做混沌 混沌 基本的特征就是 它用简单的话来讲 就是有秩序的混乱 有秩序的混乱 到底是有秩序还是混乱 而且是不可预期的混乱 而且是混沌的系统 有一个很大的特质 它非常敏感 一点点小小的变化 就会导致后来整件事情 完全走去那里的地方 有没有听过什么在 什么美国蝴蝶拍拍翅板 台北京会刮暴风 一个小小的变化 看起来不其言啦 吃之好理 这个系统发展到后来 会完全变掉 所以它刚刚一开始 如果稍微偏一点 就只是开始偏一点 它的轨迹完全不一样 混沌系统是一个敏感的系统 小小的改变 会一直被放弹 然后到后来完全走走 这个跟这个 我们台语连续剧很像 第三百集跟第一集 主角别人都换过一轮 混沌系统一开始是在 气象 就是大气里面被发现 上个礼拜那个什么 海回台风的呢 为什么那么难预测 因为大气系统 就是标准的混沌系统 在三天以前 还说它会从北边飞过台湾 最后直接从台湾穿进来 预测跟实际差了 大概五六百公里 全世界人都捉摸不定它 那是一个纯粹的科学现象 没有什么神秘力量 在后面操纵 气象学是一个绝对的 数学跟统计的科学事件 为什么那么难预测 因为大气系统太复杂了 复杂到你真的只能用拆的 而且你也知道绝对拆不准 好 那从气象学开始发现这个 混沌的方程式 那它其实当然是一个方程式 所以它怎么会变成电脑灰图 但是它这个方程式很特殊 就是我们一般讲什么X等于X加Y加1加Z等于1 反正它是一个线性的变化 它的那个方程是你其中改动其中一个数值 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 你不管怎么改 它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我数学很烂 我只能讲到这边而已 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混沌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而这个系统里面它非常复杂 它充满了变化 而且小小的变化 就会带来大大的改变 你回想你的人生有没有过这种经验 你当初考大学的时候 就突然就考好了 或者突然考X了 你不只是换一个学校 你换你的人生 你同意吧 你可能就不会认识这个 你可能就不会跟他结婚 你可能就不会发生那件事情 你可能就不会收这档课 你可能就不会怎么样 你仔细想你的人生每一个点 其实小小的变化 它一点都不小 你今天早上来参加这个 你可能 礼拜六还要着脚 想睡觉 有人就睡了 有人就没有睡 有人睡跟没有睡 不是只差两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很可能你的人生就不一样 我们要吓大家 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都在做一个 你完全不知道会带来 多么巨大改变的事情 这个叫做混沌 所以我们回到那个会议 所以混沌在人生的隐喻里面 它要讲的有四件事情 还记得吗 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要进入这个混沌 混沌的这个人生 应该讲 混沌的系统有四个特质 第一个特质 它非常复杂 大家见识到吗 它非常复杂 它充满各种机会 而且它对改变非常敏感 而且它是一个建构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预先规划的过程 它是一个一层堆一层的过程 我们在生命中的复杂因素 其实会挑战我们喜欢简化的企图 因为当代世界或者说科学 就是在做一个归纳跟简化的动作 我们很喜欢简化 但是混沌的系统本身是复杂的 混沌系统里面会有一句名言 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线性的现象 都是特例 而常立是非线性的混沌的系统 它充满了机会 常态会出现的机会 却因为不可预期或不受控制 我们会把它视为意外 我们会把机会视为意外 然后要去避免它 我们会把复杂视为混乱 所以要去简化它 混沌系统第三个特征是 它充满了改变 而且微小的变化 会带来巨大的变化 正是那些不起眼的微小变化 因为它们会导致未来的巨大改变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没关系的就是这样 或者是我们很喜欢去想一些 比较大的事情 然后忽略了一些小的事情 这样混沌的本质 让生命值得积极投入 与创造主的新创造 这件事情要讲的就是 我们刚刚说 新天新地是一个新的创造 而这个新的创造成为了 这个是周末的神学要讲 从终点回过头来看 那是一个有盼望的 所谓的世界末日 所谓的终点不是悲伤的 不是毁灭式的 而是盼望式的 所以末特班的神学叫做盼望神学 周末是一件有盼望的事情 所以生命的混沌本质 就让你值得积极的投入 你积极的投入 不是说大家将来就被烧毁 毁灭就没了 而是你积极的投入 因为上帝会要进行新的创造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影片 这个影片是这么一会 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它是一根线 它会不断的对折 它现在往下对折 它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对折 我们来看它会对折成什么样子 有的往右折 有的往左折 来 先暂停一下 好 有点乱吧 你看刚刚是一条线 它不断的对折 对折出了好多方块 我想这边比较多 这边比较少 好 我们再看它会怎么走 诶 这边是一个右上比较多的方块 远看有点形状哦 小狗 这边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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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尾巴 你要记住 它还在折 只是你可能看不清楚 它越来越逆 诶 它是一条直线耶 怎么会这样 它一开始折的时候 它只是往下折 可是到后来就发展成一个形状 这边永远不会出现东西啦 对不对 这里永远不会出现东西 这边永远不会出现东西 就是长成这样 我们把它拉到后面来看 好 比方发现 你会发现 它有没有一种相似性 整个大 我们姑且叫它叫做一只狗的话 这个整个大的形状里面 有没有很多 这边两只狗的脚 假设这是头 还是头这个尾巴 不管 你会发现它 一直在重复 这边有没有 里面有两只脚 狗的头 狗的尾巴 有没有 这里有两只脚 狗的头 狗的尾巴 它一直在 类似的重复 这个大的结构的画面 OK 所以不会 不会只有一个形状 它在重复 好 我们把它放到这边来看 拉拉到中间 有没有一点样子 如果你看过 刚刚 尤其现在拉拉 有一点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再到四分级的地方 好像也有点样子 对不对 可是 你当初到这边的时候 你其实不知道在干嘛 但是我们事后诸葛 好像也有点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再到八分级的地方 好像也有点样子 对不对 两只脚 一个尾巴 一个头 可是 这个 刚刚 看到这边 你不知道在干嘛 我们是事后回来 天天 我们的人生不能事后回来看 假设这个人一生是八十岁 八分之一大概十岁 十岁大概是这样吧 你这么好早 怎么样 刚刚到二十岁 你在念大学的时候 他大概长了一个样子 然后可能才到了四十岁 一半 好像也有一个人 你大概到了四十岁 我们刚才记得那个生涯阶梯吗 你大概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 你大概有个定向 你在那个地方 刚刚以我来讲 我越来越清楚 我的负担 在做学生动作 所以其实我现在在成大 我大概一半的时间 我在参与一个 寒间疾病的一个照例计划 那也做得很有趣 可是我一直内心很清楚 如果要我两个学员 我一定会继续选择 做学生动作 而我在学校做的老师 做到我的同事跟我说 李俊如果你是一个中学老师 你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或是你是一个大学老师 你不需要这样 因为他们无法 因为我会觉得 我在大学上很好工 你知道吗 我不会觉得我在大学老师 所以我们家就是 我们家就是 如果你们要 就是反正跟以前大学同一模一样 就是我们家大概 一个礼拜有至少两三天 就是会有学生来 然后来蹭饭的 来玩狗 玩猫的 然后今天早上还有人说 他失业 可能就是什么事情都要 情人节那天晚上 我们要吃晚餐之前 学生打电话来说 他失恋了 我们就带他去吃情人节的晚餐 我写在下一期的 宇宙光的文章里面 就是我刚才开始讲 那个身份是我看我自己是谁 但我的角色可能在变化 也就是当我到了四五十岁之后 我越来越迅速 我在做什么 我在做什么 好 回到我们的文章里面 所以呢 我这边说 混沌之路有上帝之手 生涯也是一个混沌的系统 在无法预测又不是线性 我们大概只有学生时代是线性的 小学毕业念国中 国中毕业念高中 你高中毕业之后 你应该是好好祷告说 上帝啊我到底要不要念大学 你会这样吗 你不会吧 对不对 学生时代 我们大概都超线性的 在我们的社会底下 那你就表现出终极的封闭性 这种终极的封闭性 就是最后它会有一个形状 这种终极性的秩序 去确保了整个系统没有失控 它虽然一点都没有失控 反而是一个迈向美丽终极构型的进行式 生涯作为一个混沌系统 当我们从信仰的眼光 跟创造主的眼光来看的时候 超美丽的人生在上帝的手里 这种终末导向的生涯 这个跟终末导向的生涯观点过磨 就是说混沌的系统 跟终末导向的生涯观点不谋而合 所谓的终末导向是我们刚刚前一堂讲的 我们是与上帝一同工作的历程 这不意味着一帆风顺 而是在以最后的新创造的前提底下 我们正在一场并未失控的动态混乱当中 可是我们现在也还看不到终极的秩序 但是我们是在这个动态的混乱 但是这个动态的混乱要迈向的不是灭亡 迈向的是上帝终末的新创造 我刚刚没有讲 我们刚刚画那个小狗那个叫做Fractal 那个叫做分型或叫睡型 去Google睡型有超多这种睡型的影片 它在表达什么呢? 它在表达混沌系统的这种自我相似性 混沌系统的小结构 跟混沌系统它的大结构 会有一个自我相似性 这是一种自我的重复 会随时让随时发生的改变跟机会 成为了你混沌中 在混沌中与上帝一起工作的空间 你懂意思吗? 就是说我们如果觉得 意外啊 机会啊 改变啊 好讨厌喔 那个东西 会打乱我的秩序 因为我们一直想要建构秩序 所以那些都会打乱秩序 可是混沌系统告诉你 它是一个动态的混乱 而这个混乱你不用担心 它会有一个自我相似的重复 那个叫做fractal叫做碎形 也就是在那些你看起来是破碎的 看起来是混乱的东西里面 它其实正在相似的复制着一个整体的结构 也就是说那些机会那些改变 在这个系统里面 正是我们正在与上帝一起工作 因此生涯历程的灵性之美就留在这里 各位我们认识神 我们就彻底的有了一个灵性的美丽的空间 因为你知道那一些在全然理性想要控制 想要规划的意图之下 你可以放心 因为在那一些动态的混乱当中 你会像帝很工作 这是我最喜欢的圣经的第二段 在诗篇139篇 我们都很熟悉 耶和华你已经见察我 认识我 我坐下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心路而躺过你都要细查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幸的 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 我前后环绕我 暗所在我身上 这样的奇妙 我不能测至高 我不能止 他这边不是在讲 上帝未卜先知 他这边在讲 上帝彻底的见察 认识 我一切看得见 或者人看不见的东西 他没有一样不知道 所以世人就说 如果展开近城的翅膀 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必引导我 你又随地扶持我 神来求你见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理 当我们说我们的人生 在上帝的引导 我们就在讲这件事情 我们跟上帝一起走在一个 建构的路程 而这件事情 对于一个基督徒 我们在面对我们 茫然未知的人生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把握 有一本书 我今天没有时间介绍 你可以想 我不晓得楼下有没有 我当年我在楼下书房买的 它是香港出的 叫做 那个书的名字 非常的radical 叫做 尋求神的旨意 然后副标题 岂有此理 他在讲什么呢 他在说我们都误以为上帝 好像那个 那个 那个 有一个本子 就是宿命论 我们所有的一切 你今天会穿 绿衣服 白裤子 你今天会穿紫色 这都不是 你以为是你的决定 然后上帝都把你想好 一切的一切 那 这会导致什么结果 他说我会被车撞上去救我 就当你遇到人生的苦难 你会觉得那这是一个神异论 我们现在没有讨论 他在讲 他在讲 生命是我们跟上帝一起在创造一个符合他旨意的道路 而人需要做的 是顺服 可是这个顺服的过程 你又不是 你的人生又不是好像听录音机 他就是 你在那边打字圆 上帝讲话你就打字圆 又不是这样 它又是一个茫然未知的过程 最后我要结束了 以盼望为终点的道路在讲什么呢 第一 你属于一个比个体的存在 就是比你眼睛现在看到的现况更大的叙事 那是与上主一同工作的历程 是一场并未失控 也还看不到终极秩序的动态混乱 沃夫他说 他那本书叫做在圣灵里工作 那本书到底跟圣灵有什么关系 他在讲的就是 新的创造是圣灵的工作 因此我们今天的工作 就是跟那个新创造的圣灵一起同工 不是你在圣灵里面做事情 在学校工作 在哪 他的意思是说 你跟圣灵一起同工 人与神的圣灵一起工作 面对工作世界中的异化 与生涯路上所造福 各种邪恶 我相信你只要有工作性 你就知道这个邪恶是非常明显的 你就能够不停止的向前变革 而且带着盼望 你不会驱从在这个大结构里面说 上帝呼召我 所以我就乖乖的吧 我不是要你不乖 我的意思是说 你跟圣灵一起工作的时候 你正在迎向那个新创造的未来 所以你可以勇敢的面对邪恶这件事情 但受造的世界当中 人需要互相依靠 带着盼望 向主应许的未来 就是他的新创造的转化 迈向这个转化 这也是基督信仰对于生涯发展的实践性 这个是 应该是 这一句 最后一句是我写的 在圣灵里工作 这本书 就是Wolf这本书 他写的是前面 这句话是我写的 这个应该是博士文的最后一句话 因为我就是在 我一开始想要研究呼召这件事 那后来我进入了这个领域 生涯的发展 我原本从呼召的角度去 但是越谈越觉得就卡在那边 而Wolf的这个概念 就很美好的把生涯混沌的理论 跟这个上帝终末的创造 连结在一起 我要鼓励你去买书呢 还是要念给你听呢 我要鼓励你去买书 听说什么打八折 本版打八折 在圣灵里工作 有在二楼有这本书 那本书没有很好读 但是 但是很棒 那如果你要 你要读一个稍微淺一点的版本 就是那个 最近刚刚过世的那个 美国牧师 很有名 不是毕德森 不是毕德森 我刚刚一开始谈的事情 是中山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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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中国医的 这个是中国医 就是静医的 中心 好像没有中山医 因为那时候没有在中山医的 所以没有中山医 我很喜欢这张照片 我找了一群学生 那时候 我找了六周年的时候 就拍照 我想要拍 为什么六周年去拍这个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没有什么特别的隐喻 就是说 因为那年我妈妈过世 我妈妈过世的时候 她过世的最自然的照片 是用她跟我爸的 不知道结婚几周年的沙龙照 然后就很漂亮 然后我妈过世的时候 我爸就给我一笔钱 说你们赶快去拍 要死的时候可以用 而且他还说 说一定要拍独照 不要都只有两盒照 因为独照 他就是 加来就是礼拜可以用 我们就去拍了 拍了这张 六周年之后 我爸给了我一点钱 就去拍这个照片 那我们 我们把学生拉进来 因为我觉得这张照片 在代表我跟我们家的 某种身份的identity 这是我 那这是卢云的弄号 我非常喜欢 他这段话说 拿起铸蟹剥开分给 就是我们在圣餐的时候 这四个动作 总结了成为牧师的生活 卢云很 他是一个神父 可是他说他是一个牧师 因为他认为 就是在做一个pastro 一个牧养者的工作 我蒙招做这个世界的饼 被拿起铸蟹剥开分给他人 我成为神所爱的 不但不需要排除别人 反而要容纳他们 不但不把他们当作没有价值 而拒绝他们 反而要接受他们的独特之处 因为早在任何人看见我之前 我以梦神爱的眼光垂出 这是因为他的身份 他的这个身份是连接在上帝 而不是连接在任何别人 所以他可以 不用去建立自己的王国 去排除别人 我的价值独特存在 不是那些按着时间 就是属世的短暂年日 与我相遇的人所给我的 他们只能给你什么 角色 给你评价 给你薪水 但是真正能够给你 身份的是谁呢 是以永恒之爱拣选我的 这爱万古长存 我鼓励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常常活在神的爱中 活在神的爱中 指的不只是一种 信仰的术语 而是每一天 你唯有活在神的爱里面 你才有可能 抓紧自己的身份 不然你会要得到 老师就要得到学生的爱 员工就要得到老板的爱 你要到处去讨好别人 我不是说你不要 跟不要与人为善 而是 你的角色是一回事 你的身份是另外一回事 我不是很 我应该说我完全不认识 大家现在的状态跟处境 但是若能说的话 就是在你的生涯的道路里面 常常活在神的爱里 神爱你 而他会在你的每一个处境 他的爱会成为你的鼓励 还有安慰 我上礼拜听我们学校一位 这个 基督徒的一个很年轻的老师的分享 他就讲到 大学老师非常需要被安慰 我说你讲对的 那整栋楼里面 每一个人都 很需要被安慰 因为那是一个竞争的环境 我相信任何学校以外 更是竞争的环境 活在神的爱里面 好 那我 这应该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谢谢大家 好 スライド里面有提到的问题了 那我想我们就正对这些问题 来请 李俊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第一题好像 现在是前面已经回答过了 好 那我们来回答这一题 好 我们看到 对 从这边来 他说如何建议被考公职 感到很迷茫的人 来文婷回答这一题 这你问了吗 不是吧 不是 但我觉得同时间需要再去做一些 我先桌梳一下 我们现场有一位这个姐妹 她是我不认为很迷茫 但是你是公职的这个文化部 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我自己比较偏好就是做文化资产的这部分 那文化资产可能就被认为要考文化行政 那文化行政一年可能就录取最多十个 甚至于还有开却过一个的程度 所以在考试过程当中 其实以志工的角色去参与 去参与实作是蛮重要的 至少在当中不会是只是考试 而是你透过实作去 去让那些条例或者是条文变成实作 你思考过的东西 这样在写题目上会有点帮助 OK 这些职务的经验真的对于考试写题目是有帮助的 会有帮助 然后你也会想你到底真的喜不喜欢做 OK 谢谢谢谢文婷 我不晓得你考公职的迷茫的点是什么 那我觉得文婷刚刚分享 你们到底有没有发现 他在讲的是 他在考公职之前 他想要做文化行政的工作 而公职是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个方法 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可以想象的方法 所以你不是为了考公职而考公职 你有一个方向在那个地方 那我不晓得这位ING现在进行事 是怎样的状态 我想或许文婷的建议可以给你一些意见 好 那上面有一位他说明辉 大家看得到 应该看得到吗 他的年龄是23岁 我目前还找不到自己的工作方向 我如何寻找自己的方向 同时我的体质跟一般人不一样 我是成骨不全 就是很容易骨折 所以有些危险的工作没有办法做 但我也是一个弟兄 的确我很难找到工作 所以才来咨询这个问题 谢谢你的疑问 我的建议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面对 我自己的建议是 我们喜欢去找方向 好像我们要找文艺在前面 那我自己常常给学生的建议是 我们从过去找 比方说过去23年 可能你有意识以来有18、9年的时间 在你过去的路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让你心动的东西 事情 或者让你有很深刻的印象跟经验 往往在那个地方你会发现 自己有一些天赋已经在其中了 我只能够这么简单的方向性的回答 那在实务上 我在学校我们有些都会开课 叫做叙事的生涯发展 我们不是在找未来 我带着大家写过去的故事 写过去十几二十年 那我会教大家怎么写这个故事 而在写故事的里面 重新整理重新疏理 然后期末要叫一万字 他起书上只有一万字 一辈子没写过这么多字 后来几乎没有人写不到一万字 我上学收到一个五万字的 当你仔细地梳理的时候 其实你会看见 有一些方向隐然在那个地方 只是过去可能因为升学 因为一些主流的方向 就是被压抑住 我只能够这样说 对 但是实物技术面的话 我觉得政府应该可以给你在这方面的 更具体的建议 就是说在工作的适配上面 或者我们刚刚提到那份职牙咨询师 我觉得那个也是在实际上 可能会给一些立体的帮助 那上面还有一个说 如果提到靠圣灵工作 却被说是灵恩派而反对时该怎么办 好 Wolf那本书的书名叫做 在圣灵里工作 他讲的意思是 我们这一生我们是与神同工 那用他的字眼就是与圣灵同工 被说是灵恩派而反对 应该是说反对你 我们的人生的人其实还蛮多的 不用灵恩派 你会因为你要做一件事 你会有人反对 这个我想大概是一个 一般性的挑战 我们得要去面对 不用特别的退缩 但是回过来就是 我们本来就是与神同工 我们不是在瞎猜神的心意 或者一直在寻找上帝有一个 隐秘的一个宝藏 藏在什么地方 我要把它找出来 这样子 那在世界的大环境 很容易陷入一种茫然的忙碌 必须服从世界的意见 该如何保持树林 我觉得你会问这个问题 就非常树林 真的 真的 我相信你的同事 可能会跟你有一样的想法 但是他们就会觉得 就没办法 这样才会成功 我不顺服意见 我黑掉了 我怎么办 该如何保持树林 我真的觉得你很树林 那我觉得保持树林 我自己觉得最好 因为某个角度 我其实从离开了校园团期 或者说我离开了 其实我离开校园团期之后 我就真的发现 哇 原来工作是这么一回事的 校园团真的是天堂 以前在校的时候觉得 有点不舒服 离开了 你才知道 哇 真的是天堂 那特别当我现在到了学校 在成大 我可以明白 我越来越明白 要在那个地方 找到你的 我们叫属林同伴 就是可以跟你真诚地分享 而且你们彼此可以放下 你们的 不容易 但是真的要能够放下你们的职位 阶级 或者某些年资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找到这样子 那或许 或许今天我们在这边一起聚会 或者常常会来的人 就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当然如果你能够在你实际的工作场域 有这样子的伙伴更好 因为你们真的彼此的了解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可以让你在这种忙碍的忙碍里面 有人可以互相提醒吧 那好像现在就是有四个问题 我欢迎 不好意思 我没有写我的email 你们可以写email跟我联络 因为有很多东西是很细腻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不晓得还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要重新整理 现在会有新的问题 好 现场有没有人想要问问题 是 想 预想 预想 OK 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刚刚讲到说的那个叙事 是是 对 可不可以简单分享一下什么事情 OK 好 这是一堂三学分的课 简单分享什么 基本上的理念就是 预知 这个 什么 武侠小说都会说什么 预知后事如何 什么下回分享 对不对 我就会说 预知后事如何 请看前一章 也就是说 他基本的概念就是 我们今天会长成这个样子 是过去一连串 有意无意的累积 变成这样的状况 但是我们往往会从 比较主流的眼光 去看我们的过去 我台大毕业的 我是念什么科系的 或者我有一个 大家比较看得见的什么东西 我们比较会用那个东西来说 我就是怎样的人 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可是当我们仔细梳理 你过去的岁月的时候 你会在那个里面 找到什么呢 按照刚刚混沌理论的方式 你会找到 类似的重复模式 你处理事情的方法 你对事物的喜好 你对人的态度 它会变成某一种重复的模式 它可以被捕捉出来 那通常简单来讲 在实物操作上 我们会去捕捉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你的重复模式 第二个就是你的强烈的情感经验 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情感经验 OK好 那真正要实际操作 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呢 可能我们以前都玩过 就是画那个生命曲线 大家有玩过吗 就是你把你生命当中 你觉得高潮往上低 就像心电图一样 那有点相对关系 考上大学有点高 就二一二低 就不一定了 你去画那个 那个是一种方式 去画那个生命曲线 那么另外一个方式呢 我也很推荐大家 我常常带学生这样做 超酷的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玩这件事情 你就拿一张白纸 就用写名字 你画一个S型 S型的左下角是你出生 S型的右上角是33岁的你 OK 然后呢 你在这里面按照时间随便 想要什么写什么 写五到七件事情 你现在要写什么 你现在会这样问对不对 当你只真的拿来 你觉得容易可以写 很悬哦 你就写五到七件事情 当你写的时候 你就会突然发现 你写的第一件事 就会引导你写到第二件事 然后就引导你写到第三件事 然后写完之后 你大概说一下什么 你自己知道就好 然后重点是 你后面 写你现在怎么看待那件事 你现在怎么看待那件事 它不一定是什么重大的事情 但你就会发现 想你现在怎么看待那件事情 第三个步骤 你为这个S型取个名字 人生当中呢 我有件事情 高乐出的一个S 你为这个S取个名字 它不代表你的人生 就是全能为这个S取个名字 然后第四 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好 这样读到你 然后呢 每个礼拜 写一个S 你不要立刻写 因为会被前面给影响 你过一个礼拜之后 再来写 然后再写五到七件事情 我给你保证 你每一次的S 都会写得不一样 或者有一些事情 你会被重复写到 可是在不同的S里面的时候 那一件事情会有不同的意义 那我的老师 他写到一百多个S 那我自己写到大概 十一个十二个S 我常常带学人做这件事 那做这件事的好处是什么呢 做这件事情就是 你会借由这个仪式性的行为 不断地去重塑你的过去 但是你不用流水 到底要写什么 你就只有五到七个机会 你就开始写 而在这五到七个机会里面 你就会开始出现 展出一个这个S的样貌 那当你这样写下去之后 其实跟刚刚一样 跟跨生命曲线 直生命曲线是把它通通都写进去 有点旁盏 那这个S型 它就是把它断面去做 这个大概是一些比较好的操作 那么透过这样子的叙事的方法 其实是在认识自己 其实是在认识自己 那例如我讲简单的例子 我常常会想 看我人生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会在成大待到退休吗 我觉得不会 那下一步是什么 我永远想不到 我怎么会知道下一步我会去哪里 但是我会常常想我的过去 当我用 那个不是脑筋想 就是把它写 也不是写日记 因为是写今天 就是回去写你的过去的时候 其实会看见 我 我没有给大家 我本来想要demo给大家看 我怕太多 反正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 我还看到了我 大概两三年前写的一段话 就是一大意 就是说 就是说 我真的不晓得将来会怎么样 但是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很勇敢地迈向这个前面 因为我发现在过去的好多好多的顺境跟逆境当中 其实都开展了一些生命的新可能 那所以我将来如果又面对到一些顺境或逆境 它可能也指向了人生的新可能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会挺像用叙事的方式来说 有些书可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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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